呼吸本來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 但是就是其中有一個動作你被卡住了 那就是的確是會有一種蠻痛苦的感覺 然後甚至我會不會等一下嗆到還是什麼的 我會不會忍太久等一下真的生命有危險還是什麼的 就是這種非常實際的從身體裡面去感受到 當你某一個事情你不能去做的時候 然後很直接的身體的感受 必須要注意到的是中國就是離台灣這麼的近 中國的這個人權的情況越來越惡化 難道對台灣沒有影響嗎 當我們看到像台灣的公民定名者 他只是因為在網路上面發表了一些言論 然後入境中國就被抓起來 有這樣的一個活生的人就發生在你的面前 然後你不知道他就那一段時間 我們不知道他被管在哪裡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是第一次有這麼非常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說你會因為你講的話 你在網路上面發表的言論 竟然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就是你的整個人是消失了 然後你沒辦法跟你的家人聯繫 甚至他到現在被判了五年的徒刑 然後還沒有辦法回家 那更不用說在中國有更多這樣的人 那他們到現在可能都還沒有辦法獲得他們的人身自由 或者是言論自由 或者是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要不見了 你們要不要再去找價錢 那些人就知道